如果我要把剛剛錄製聚集有沒有 我假設老衛星錄好了 因為這個動作剛剛就是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所以我們就大概demo一下 按下去 自動把結果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那清除掉 但是呢特別注意喔 你這個錄製聚集裡面 會有多一行東西 本來沒有加 有加跟沒加差在哪裡 其實主要是這個 原來呢如果你錄製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會卡卡的有沒有卡住了 又過來了 有沒有按下去 奇怪就會變這樣 為什麼因為他畫面切過去 那你剛好輸入conif的公式 他就運算 結果畫面 在這邊搶 搶資源 所以會變成卡卡的 會好像畫面會卡住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呢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你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在最上面加了一行 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不希望 那個畫面 因為更新的關係 而造成有那個 好像那個畫格重複那個 就是卡在 一些畫面上面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加一行 什麼一行 就是呢 利用application application剛好用到 其實application值得以sale 因為呢 畫面更新 是 由application這個物件管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個畫面更新關掉的話 你就會打個screen 所以這邊的話打個s 其實就updating就出來了 意思是說 畫面要不要更新 你可以把畫面要不要更新加個等號 把它關掉 false就是不要 意思 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不要幫我畫面更新 不然這樣畫面會稠稠的 好像卡一個東西不好看 對 然後最後記得喔 你如果 在那個 有沒有 開頭的地方關掉 記得最後一定要把它再打開 不然以後畫面都不會更新 那可能會造成一些 畫面本來要出來 就會不見了 沒有出來 的問題發生 加了這一行之後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會卡的 現在會不會卡 有沒有 他不會卡 他就是只是轉轉轉 然後就出來了 有沒有 轉轉轉 就出來了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到底轉多久不知道 跑多久不知道 所以有同學說 老師你這個 可不可以有一些方法 讓他可以看到 到底要跑多久 最好可以有一個狀態條 有沒有 像那一般 我們在下載東西 或者是說 我們要等比較久的話 他會一個 那個狀態條 出現 治癒怎麼做 後來 其實也不難 但是必須要用表單 所以我這邊有做一個 類似 同學要的東西 但是會需要跳一個表單 然後進度條跳出來 然後跑的進度 他就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然後最後跑完之後的話 他就關掉了 OK 類似像這種東西 只是說 這個東西 有一點難度 OK 因為 第一個 你必須要 會寫什麼 會寫這個表單 然後表單裡面放一個 這個紅色的這個label 這個是一個label 那當你每次跑一次回圈 你就去更新他的長度 讓他的 應該說他的寬度 把他的寬度 放到最後呢 就結束了 那結束就順便把這個表單關掉 就結束了 所以呢 這個程式啦 因為今天如果要講的話 應該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有把 相對應的程式嘛 放在這邊 剛剛有講 畫面更新嘛 在這裡 另外的話呢 如果要做那個什麼呢 進度狀態條 其實 最完整的 後來同學有問 可是呢 你可能三連兩宇講不清楚 所以我索性就乾脆 把它放到我的部落格裡面 所以我部落格裡面的話 這邊就有了 但你可以看到這個示意 然後甚至這邊有一個 我剛剛做的這個動作的畫面 按下去會跑 再來的話 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還有呢 怎麼做 有沒有 等等的動作 不過如果興趣的同學回去做 應該不難啦 第一個就插入一個表單 第二個在裡面放一個label 第三個label放進來 改1 改2 兩個地方 為什麼要200 因為我程式裡面是寫寬度預設200 如果你 這個200數字是可以變更的 如果你覺得 太短你可以拉長一點 但是你程式可能要跟著改 然後呢 你就秀他 比如說那個表單名稱叫 轟點秀 然後秀的話呢 就把程式 把這一段程式放在 Activate裡面就可以了 當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特別說一定要寫在這個位置 那 他就會自動 去做出我們剛剛的效果出來 那至於細節 因為之前有影片 有把他錄下 因為 我覺得 可能 還要另外講 他花蠻多 所以回去 而且這個 偏難啦 所以不是每個同學 都能夠 跟得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那不妨你就自己看 除了這邊之外 我好像在底下這邊有放 一個 更完整的影片 更完整的影片吧 這邊有影片 所以如果回去 假如你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再看過 那當然如果實在有問題 做不出來 那你可以再提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的話 我們大概就先 講到黑名單篩選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會 再來看那個 就是 有一題叫 樂透彩的 中獎機率統計 那我今天有提到 就是 所有的名稱 如果都定義名稱的話 其實VBA就更簡單了 完全 不需要 修改 任何的地方 直接就輸出了 那怎麼做 我想下一次再來看 數據函數講完之後 再來下一個階段 就檢視與參照 基本上會講 V的函數 一部分 然後 再來講有關 除了 V的函數之外 還有其他更重要的 查詢函數 或者是什麼 其實甚至 有些地方 太複雜了 你乾脆寫VBA就算了 而且很多複雜的事情 如果要用Excel的公式 Excel的函數來做 那你真的會做到吐血 那你導步用VBA反而變簡單了 我會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知道 OK